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实施了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始 德军的势头十分的凶猛 苏军全面溃败 仅仅数月后 德军就已距莫斯科数百公里 最近的部队距离莫斯科仅40多公里 1941年10月28号 此时的莫斯科正处于战争的慌乱之中 不少人想着该如何撤离这座城市 而斯大林却要莫斯科军区司令和空军司令过来见他 斯大林要向这两个人询问 能否举行一次阅兵史 1941年对于苏联是个特殊的年份 希特勒在这一年出动了百万德军 向苏联发动了全面攻击 苏军屡战屡败损失惨剧 短短数月就损失了几十个事 由于苏联一时无法破解纳粹德国的闪电战 以至于德军的先头部队一路长驱之路 距莫斯科只有数十公里 莫斯科被德军重兵包围 莫斯科城内充满紧张情绪 由于战争几乎截断了苏联的经济命脉 城内一片萧瑟 商店和餐馆都关了张 物资缺乏 大街上一片凌乱 甚至连以往运营繁忙的地铁 都处于停运状态 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斯大林也是忧心忡忡 在斯大林看来 莫斯科是苏联的命脉 如果莫斯科失手 则苏军必将一窥千里 再难以和希特勒进行决战 苏联需要一次庆典活动 对全军和全国进行精神鼓舞 俄罗斯作家福卡尔波夫 在其撰写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 有这样的记载 1941年10月28日 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军区司令 阿尔吉米耶夫将军 和空军司令日加列夫将军 斯大林提了一个问题 就把他拦住了 过十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 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 两位将军不知所措 莫斯科正处在慌乱的撤退之中 各个机关都在焚烧文件 全程烟雾缭绕 没有人想过要举行阅兵式 斯大林再次发问 我再问一次 要不要举行阅兵式 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吉米耶夫 迟疑地说 城里没有部队 炮兵和坦克都在前线 这何事呢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筒 命令两位司令在绝对保密下进行筹备 保证在1941年11月7日 在红场举行阅兵式 那同样我们今天演播室呢 为大家请到了军史专家宋新之老师 宋新之军史专家 您好宋老师 您好主任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在1941年的10月 当时的整个的莫斯科 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咱们知道 1941年6月22号 是希特勒的进攻苏联的开始 他的作战计划叫巴巴洛沙 当时这个西线的作战就是 德国军队从西面向苏联发起地面进攻 这个来势非常凶猛 是标准的希特勒的闪电战 他是以装甲部队作为突击箭头 分进核击 包围在西部驻守的 苏联的这个整个的防御作战的部队 而且他几个战役之后 他合围了好几十万的苏联军队 就是苏联军队对这种战法完全不适应 就是装甲集团直接突入你的后方 然后完成合围 然后再消灭你的被包围的部队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抵抗不住装甲部队的纵身的这种突击 等到被合围以后 他又没有及时的突围跑走 就被人家从容的合围 所以一下子在三四个月的时间 苏联在西部战场损失了几十万到一百万的兵力 就这个时候就等于苏联政府变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莫斯科守还是不守 如果不守就意味着你一个国家的首都沦选 几乎人家认为你就败了 你这场战争已经败了 没有任何悬念了 所以当时斯大林的决定就是要坚守莫斯科 没错 他要借十月革命决前后组织一次阅兵 而且要展示 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政府坚守莫斯科的这种决心和意志 那您刚刚介绍到这一些 让我们就想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莫斯科保卫战 是吧 那提到这个莫斯科保卫战又提到了这个红场阅兵 那这个阅兵当时斯大林提出来之后 他所面临的困难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提一条 就是你阅兵 你兵从哪来 因为你的前线的主力部队被人围签了好几十万了 你这些阅兵的这部队在哪呢 你得要组织部队来 有新的咱们说有生力量来进入 你再从前线往回抽 这个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前线还在作战呢 冲不出人来 你必须要有新的作战部队来参加阅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阅兵的保密怎么做到 因为咱们知道阅兵的时候 你直接可能造成就是 德国空军来轰炸你 一轰炸 那你这兵 还怎么样 不是秩序大乱吗 这个怎么呢 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你的保密的问题 因为当时希特勒已经说了 他要在占领莫斯科之后 再红场阅兵 简约他的德国部队 所以莫斯科能不能守住 前线能不能够稳定下来 这是莫斯科阅兵的第三个 必要条件 就是你如果前线都守不住 你还阅什么阅 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 1941年11月7号 在莫斯科红场 照常举行阅兵式 此时城外是 百万德军虎狼之师 兵临城下 斯大林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下了莫大的决心 不过既然要阅兵 现实的困难也不能忽视 由于德军的大兵压境 大量的苏联部队 已经部署在了前线 一时间去哪抽掉足够的部队 来进行阅兵呢 红场阅兵的计划制定下来了 但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抽掉大量的部队 来进行阅兵 却十分的不易 此时 向莫斯科进攻的 德军中央集团军人数 有百万之中 苏军在这条防线上 投入了大量主力部队 为了巩固防线 微调及其他增援部队 赢得了时间 苏军防线上的部队 不能轻易调动 如果因为阅兵调动部队 让德军察觉 致使德军全力攻击 到时整个防线 就有被德军突破的风险 经过权衡 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 内务部下辖的 吉尔恩斯基斯 作为阅兵的主要部队 吉尔恩斯基斯 成立于1924年 是苏联内务部 特种部队的主力 该师主要任务 是维护莫斯科 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除了这支部队之外 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阿尔吉米耶夫 还把11月7日前 无需上前线的几个步兵营 与民兵团 调集到莫斯科 进行分裂式训练 除了步兵之外 阅兵市上还要有重型装备 与空军参演 经过秘密联络 苏联方面筹集了近200辆坦克 这些坦克在阅兵当天 会经过莫斯科 在参加完阅兵后 开赴前线 还有300余架飞机 届时也会飞离莫斯科上空 参加检阅 有了参加阅兵的部队 苏联方面还紧急召集了 一支军乐队 当时又以战事紧张 莫斯科乐队的成员 大量流失 无奈之下 只得从周边的高尔基市乐队里抽调人员 几天之中 负责筹划阅兵的苏联军官 奔走于各部队的司令部 最终确定了授阅部队的数量 人员和装备 并秘密地将各方队 集中在莫斯科的一个赛马场 进行彩排 而这些部队 对自己将要执行怎样的任务 并不知情 那现在我们大屏幕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1941年红场阅兵参加的 这个阅兵式的士兵留下的一张照片 对 那说到这儿我想提个问题 据说当年为了凑这些士兵也是相当的困难 对 这些士兵都是来自哪呢 一些是从西伯利亚部队调来的 还有一些是临时征兵 因为他前线作战人员损失比较大 所以他需要立刻征兵来加强补充作战人员 所以有很多是新兵 我们看他这个部队走着 扛着这个枪和那个机枪也好 排击炮也好 有的是这样的 有的是斜着的 完全都不一致 要从整齐的角度讲 这儿可不是一个角度 这是好多个角度 也就是说军资没那么整齐 他没经过训练 他没有时间训练 他就是临时召集的作战部队过来 你给我表示一个上前线的决心 所以彰显一下国力 对彰显一下新的作战力量的这种到达 和他们抵抗侵略者的这种自信心和意志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样的关系 我们看这边还有罗马拉的车辆 这个我估计可能也是指一些像排击炮那样的部队 他因为人扛起来比较费劲了 用马车拉着走 炮兵的部队 这个装甲兵是苏联的坦克部队 这个已经奖留不了队型了 反正是有这么多辆车 开过来就行了 排成几路纵队 通过红场 接受检阅 然后步兵就是一个一个方队 尽可能的走整齐 但是已经不能要求把整齐放在地位 那已经做不到了 我们看他们走的这个情况 就已经基本可以知道 他们没有经过阅兵那样的专门的训练 当时的这个苏联的主力部队 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它最精锐的主力部队 在西部战线的作战前线 在前线上的 对 这些部队是后方调过来的 准备加入前线作战的部队 不是已经在前线作战 那个部队是撤不下来的 他不可能说正在前线 抵抗德军的进攻的部队 我撤下来参加阅兵 那既费时间费事 也影响你在交接部队交接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 咱们说战场交接的时候的 这个延误和空档 敌人就有进攻的间隙和可能 你就可能因为 你新道部队不熟悉 或者说交接走的部队 它交得比较匆忙 这方区从左到右到右边 这都是 然后有什么火力点 注意什么问题 敌人可能会从哪头去 他就交得了不太那么细了 所以他是不会从战斗前线 把部队往后撤的 最多抽几个代表 比如说战斗英雄代表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著名的哪个部队打得比较好 派几个部队来参加检阅 他可能不是在这走 是在那上面干 这些部队都是从二线三线 调过来的有声力量 阅兵的部队有了 但是还有更严峻的问题 在考验着苏联 城外德军有百万之众 在希特勒看来 攻陷莫斯科只是时间问题 希特勒甚至曾催促自己的手下 要在1941年11月7号前打下莫斯科 他要在红场举行德军的阅兵式 现在斯大林要在红场阅兵 一旦阅兵的消息走路 被德军知晓 引来城外的德军加速攻城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别说阅兵的计划泡汤 莫斯科能否保住也是一个未知数 斯大林计划在1941年11月7日 在红场进行阅兵 当时很多人持反对意见 主要是因为 莫斯科此时正遭遇德军的大兵压境 一旦德军舰城中有异动 很快就会得知苏联正举行阅兵 要是德军此时发起攻击 如何疏散阅兵人员 如何组织部队反击 都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 为了减少被德军发现的几率 曾有人建议斯大林 阅兵最好选择在夜晚进行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做法 因为经过几番大战 莫斯科城内的电力供应十分的紧张 临时调集大量电力资源照亮红场 不但耗时费力 在夜晚也容易成为德军侦察机的目标 反而可能招来德军轰炸机的轰炸 如果不照亮红场 完全在夜色的眼影下进行 则会让阅兵的氛围大减 失去斯大林想要的鼓舞士气的效果 权衡再三 斯大林决定在阅兵开始的时间上进行调整 他最初发给阅兵指挥部的命令 是要在11月7日上午10时开始阅兵 但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斯大林将阅兵仪式提前到了上午8时进行 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如此做 有他的考虑 首先 11月的莫斯科已经进入了冬季 雨出的时间为7点50 选择在8点开始阅兵 这个时候 太阳刚出地平线 莫斯科的天还没有完全亮 但红场上的光线已经足够让士兵们看见 管理台上的斯大林 其次 如果德军事先得到上午10点阅兵的消息 即便派飞机来袭 也会扑一个空 退一万步 如果德军在早上8点来袭 飞机在高空也很难看清地面的目标 便于人员紧急疏散 为了迷惑敌人保障这个阅兵的顺利进行 当时的苏联人跟德军 可以说是斗智斗勇 我听说当时为了阅兵顺利进行 把阅兵的时间也给提前了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在选择阅兵时间的时候 重点担心的就是德国空军的空中力量的空袭行动 但这个德国空军它有一个特点 它发展攻击部队 就是轰炸机什么这些的时候 它有一个强调的侧重点 强调什么呢 重点发展战斗轰炸机和强机机 咱们平常在电影里面经常看到 飞机起落架是不收放的 飞机那个机翼是一个带一个拐折 我们叫倒海鸥机 海鸥不是这样飞的吗 它是这样的 那个飞机执行俯冲轰炸任务 就是带着那个翅膀上带着一个哨 一俯冲的时候就尖叫 就听着很吓人 但是那个飞机呢 作为直接支援坦克部队和陆军部队作战很有效 但它的弱点是什么呢 航程不够 飞机小航程近 所以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没招 基本上没戏 而德国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很少 性能也一般 就飞的也慢 航程也有限 都是这么一个 德国的用空军的思想就是 直接配合陆军和海军的作战 我就直接支援 但是深远后方 深远后方一边斜着去 这些人物就比较不太重视 所以他在轰炸莫斯科的时候 显出他的轰炸航空兵很弱 而且突防能力不强 这个载弹量航程都不足 根据这样一个弱点 他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因为他强调直接支援 所以都是白天执行任务 晚上不行 晚上看不见 看不见他这个任务就取消 知道他这个弱点之后 苏联就把这个阅兵时间提前了 提前到黎明之后 一两个小时立刻就开始 这样你夜间起飞 你起飞不了 你要飞到我这来呢 飞到这就时间快中午了 我阅兵已经完成了 等你发现来不及了 所以避免了敌人夜间的轰炸 避免了敌人的大量的战术飞机的攻击 他把阅兵时间提前 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空中的威胁 基本上降到零了 这个阅兵时间提前 就意味着部队要提前半夜都进行准备 所有部队都要提前进行准备 但这样的部队的调动呢 可能就是保密要特别注意 据说有的好多部队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什么任务 一直到最后时间点才告诉 哄场阅兵 阅兵后直接开服 谢谢 尽管苏联各方为阅兵准备的条件 基本齐备了 但是最让斯大林担忧的是 这毕竟是数万人参与的一次阅兵 消息难保不被德军所掌握 阅兵的时候 德军要是进攻莫斯科 到时阅兵现场一定会非常的混乱 正在这一时 苏联的西方面军司令 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 他有依据证明 希特勒不会再近期发起进攻 斯大林为了提振苏联人民的士气 决定1941年11月7日在红场阅兵 斯大林深知 尽管已经尽最大努力进行了情报保密 但是这次红掌阅兵 毕竟牵扯数万人参与 要做到消息密不透风 几乎不可能 如果莫斯科城外的德军 知道了斯大林的计划 会不会立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一点 斯大林决定向莫斯科外围督战的 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 征求建议 据俄罗斯作家福卡尔波夫 在其撰写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记载 斯大林曾两次召回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 询问前线战况 问德军会不会在11月7日发起大规模进攻 朱可夫则认为 近期内德军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 德军也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需要补充兵员 重新集结兵力 回到前线指挥所后 朱可夫还反复分析德军进攻的可能性 他还派出侦察兵抓来一个德军俘虏 被抓来的是一名主管后勤的德军军官 令朱可夫注意的是 他被抓时竟然穿着一件礼服 一般礼服是重大仪式上才会使用 质地也比较单薄 此时已是隆冬季节 为何这名军官会在两军战场上穿着礼服呢 原来希特勒在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后 看着德军一路势如破竹 认为攻陷莫斯科已毫无悬念 他声称要在11月7日举行红场阅兵 宣告对苏战争的结束 因此让后勤的人赶着了一批阅兵用的心理服 但是领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 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 苏联军队抵抗顽强德军的进攻受挫 更关键的是德军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 没有准备过冬的棉服 士兵动伤严重 士气低落 这些德军为了取暖 只得先穿上新发的礼服 抵挡一下严寒 通过一系列分析 朱可夫认为德军缺少过冬物资 近期内不会发动进攻 据说当时朱可夫就凭借着一件德军的礼服就判定 这一段时间德军不会来进攻苏联 为什么他就这么肯定呢 他这里面有这么几个故事 就是一个当时正好10月份 苏联莫斯科外围开始下大雪 那一年冬天还来得特别早 降温下雪来得也特别早 而当时德国人的作战的整个计划 就准备在三个月之内 他闪电站 拿下莫斯科 整个他认为我把你的首都拿下了 你整个国家就意味着彻底垮台和灭亡 他的军装都没有准备 严冬的那个状态的军装 从他那个军装就看出还是礼服 还都是咱们现在的军羽叫夏长服 为什么会是一件礼服呢 我很快这样就打完了 我要穿着礼服到你莫斯科去阅兵 我也没打算在莫斯科过冬 不是那种棉大衣啊 他本来就觉得应该是速战速决 然后要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 对对对 我很快享受胜利果实 我像当年他打法国的时候也是非常快 然后一占领巴黎以后 巴黎就投降了 包围巴黎 巴黎马上就投降了 然后他就 我以胜利点的时候穿着礼服去阅兵 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天没帮他 结果呢是第一 他的这个三个月他没打下来 最主要的问题是 下雪来得特别早 你没准备 一动的就不行了 那个德国枪栓都拉不动 坦克炫在泥巴里边也开不动 就接了兵 这下是他 六月份发动攻击 他原来想在九月份就 这仗就结束了 结果打到十月份还没结束 还下了大雪 还接了兵 还动得够呛 所以当时朱克福一看他的那个军装 就知道 他们的设想 是速战速决 而现在速战速决条件已经彻底没了 他的机会已经丧失掉了 青年探秘者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我是青年探秘者刘俊成 天气寒冷也许会使德军的地面部队暂时不会发动进攻 但是这并不表示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将会一帆风顺 因为当时德军的飞机却几乎每天都来轰炸莫斯科 如果德军飞机发现红场在阅兵 管理台上的苏联领导人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此时朱克福向斯大林保证 莫斯科周边的防空严密 不会放一架德军飞机进来 为保证在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活动 不受到德军轰炸机的空袭 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克福下令增加莫斯科周边的防空兵力 莫斯科的高炮部队全部进入到最高戒备状态 苏军防空第一军和歼机航空兵第六军 为莫斯科搭建了密集的空中防御网 618座探照灯站部署在莫斯科周边 距市中心250公里的范围内 成千上万的高炮和高射机枪指向天空 并且这些火力还进行了任务划分 40毫米以下口径的高射武装 负责1000米以下的对空作战任务 而4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力 负责1000米以上高度的德军飞机 如此严密的火力网 足以令德军飞机无处藏身 因为德军飞行员要想保证安全 就不得不躲避高射炮的打击 驾机上升高度 但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对轰炸目标的识别和投弹精度 苏军甚至还在莫斯科周边 部署了大量的防空气球 这些巨大的气球漂浮在空中 能够有效地干扰德军飞机的飞行 气球下方拉着钢丝 一旦飞机机一碰上就被钢丝割盾 对飞行员的心理威慑作用很大 那朱可夫当时在莫斯科周边进行了怎样的一个空中部署呢 他主要是说的是防空的部署 那么最担心的就是空袭 空袭呢 他基本上部署的就是 第一最外围的是战斗机部队 战斗机部队进行巡逻 只要敌人起飞 我就起飞去拦战 他把他全国的战斗机基本都部署过来了 就重点保卫莫斯科 所以他的就是这个防御的 执行防空作业任务的战斗机的数量非常多 上千架的飞机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保卫战中 第二步的就是近一点的距离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高射炮 这个好像就是当时的85毫米的那个高射炮 这炮当时就算比较先进了 他把他的野战高炮 要体防空的高炮都都掉到莫斯科方向来 其他战场方向都抽掉力量来保卫莫斯科 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任务 配合这个高炮作战 当时还有很多探照灯 探照灯当时也是 据说是有直接探照灯 一开灯照能把这个飞行员的晃的就看不见了 就跟咱们现在开车开大灯一样 汇车远光灯一扫你 短时间看不见了 看不见这飞机坠毁的都有 第三层的就近距离的 是那个激流的气球 就他有很多激流气球 挂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建筑物啊 什么这附近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你飞机低空 因为它不都是俯冲轰炸机吗 你要高空轰炸没影响 低空俯冲轰炸就容易碰那个气球 一碰气球 飞机就坠毁了 它叫阻拦气球 就是这些目标周围 你估计你要来攻击 它就是必须要俯冲下来轰炸 用俯冲轰炸的方式 一准 第二炸弹的那个破坏力会增强 可是俯冲最头疼的就是这气球 这气球有多大呀 吹起来气球不太大 这么大 它底下是根钢索 你碰着气球呢 可能那个气球里冲的氢气会着 然后那钢索呢 你碰就把你机翼隔断了 那时候的机翼多半都是木头的 还是木头的机翼 很多都是木头的 没有那么多钢 然后据我们后来看到的史料 是整个莫斯科保卫战过程当中 德国没有对莫斯科市区进行过 有效的轰炸 按照苏联自己说 没有一架敌机侵入莫斯科市上空 都被有效的拦截了 但这个说的极端点 我们查到资料可能还是有 少量 但是因为少 所以造成的破坏非常有限 基本上都没进来 所以当时呢 就是德国人对莫斯科的空袭是 他在二战中间不成功的第二次 第一次是轰炸伦敦不成功 打了好几个月不成功 那么这次轰炸莫斯科在二战当中 也是不成功的 1941年11月7号 大雪降临了莫斯科 上午8点 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登上了管理台 大中 敲响了八下 阅兵 开始了 1941年11月7日 上午8点 莫斯科大雪纷飞 由吉尔任斯基师 军事学校的学员 莫斯科海军支队 民兵团 以及从前线临时调来的一些步兵营 参加了阅兵式 分裂式开始 军乐队奏响了国际歌 各部队 一字通过红场 俄罗斯作家福卡尔波夫 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有描述 这是一支临时拼凑而来的部队 一支服装五颜六色的部队 甚至军装都没有统一一致 虽然没有往年阅兵式那样的整齐 步兵走得差强人意 车辆方队的排面根本没有对齐 但在国际歌悲壮而有力的旋律中 军队表现出的绝死战斗精神 比以往任何一次红场阅兵 都要富有感染力 许多士兵都背着行囊 他们在参加完阅兵式后 将直接开服前线 苏联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广播 整个阅兵持续了25分钟 参加阅兵的共有2.8万余人 组成16个方队 空中分裂式原来安排了300架飞机 但由于当天下起了大雪 气象条件恶劣 于是取消了飞机的阅兵式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为了准备这一次红场的阅兵式 可以说是面临了重重的困难 那到底这一次的阅兵式 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举行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它基本上也还是就是步兵方队为主 这些从后方 从西伯利亚调过来的生力军 他们基本上是第一 它冬季装备冬季服装这些都非常完善 它本来就是从咱们说西伯利亚那样的 比较严寒 作战环境都是比较适应 严冬作战的那样一个环境 我们看这些部队穿的大衣 皮帽子这些都是 当时还下着大雪 大衣服上都是雪 这些人的精神面貌和装备 我们一看它都是适合这个咱们说严寒地去作战的这种部队过来 那么这些人组成的这个阅兵方队 它也是一个方队 不但背着枪弹药 而且背着行囊 随身的行李 三横两竖的行李都得背着 一起走过红场 然后从红场就向前面开进 据说呢是16个步兵方队 两万八千人参加了这次这个红场阅兵 当然也还有一些车辆 有一些相应的 比如航客 卡车 豪车 这样一些 但这些部队是代表性的 所以这个红场阅兵我的看法呢 它展示装备是次要 这个展示作战决心和作战力是主要 那这一次红场阅兵啊 我相信一定会对苏联人民的这个士气 起到了一个极大的鼓务 对对 是的 就是当时斯大林在那个 红场检阅这些部队的时候 直接发表讲话 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 就是要团结起来 要抵抗德国侵略人 而且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这个那句口号就是 俄罗斯的领土虽然广泛 但是我们无可厚退 因为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我们的首帝 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阅兵呢 给人一种什么 就是第一 军队和政府最高领导的士气 想法一致坚决守莫斯科 第二 给人一种就是自信心非常强 我们一定能够守住莫斯科 我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 还敢在红场阅兵 这本身就说明 我就不信你能挡进莫斯科 所以这个信心和决心也是很 第三呢就是体现我有力的 我的后背力量还很充足 大量的有声作战力量不断开了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整个作战的这个士气 战场态势的扭转 其实很重要 苏联在红场举行的阅兵情况传遍了世界 而希特勒却还在睡梦当中 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希特勒怒不可恶命令飞机去轰炸莫斯科 那么等待着德军飞机的将会是什么呢 1941年11月7日上午 斯大林在红场进行了阅兵 居士震惊 但是远在柏林的希特勒 却在睡梦中毫不知情 他的手下巴打扰他的休息 竟无一人叫醒的 反而是希特勒 自己偶然地打开收音机 听到了广播 才遇到莫斯科发生的事情 希特勒在电话中严厉顺耻 在莫斯科与苏联红军对峙的中央集团军 为何没有采取行动 并命令轰炸机立即起飞去轰炸莫斯科 尽管空军跟希特勒解释 莫斯科此时正在下大雪 天气恶劣 不宜飞行 但是希特勒根本不愿意听这些理由 命令轰炸机强行起飞 执行轰炸 德军轰炸机联队只得硬着头皮起飞 但是朱克夫早已在莫斯科周围 布下了严密的防空网 加上天气不利于飞行 有26架独军轰炸机 还没有接近目的地就被记录 而其余的轰炸机只好掉头返航了 那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希特勒的空军 遭到了什么样的打击呢 首先第一条 但他错过了最佳的空袭莫斯科的时间 因为咱们知道在阅兵的同时 要进行空袭的实施的话 这个对阅兵的整个过程会造成极大的干扰 而且 你一旦跑到红场去 在阅兵的时候扔下炸弹 这感觉就是敌人好像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这个就 问题就很严重 很严重了 那么恰恰 希特勒的德国空军错过了的事情 第一 他没有事先得到情报 他是阅兵开始以后收听到 无线练广播 撒林在红场举行阅兵式 他怎么能举行 因为他不相信这个 顿时拍案大怒 仓促组织德国空军去进行空袭 因为当时整个十月份已经 咱们说这个 已经 开始下雪了 已经开始下雪 而且冷空剧活动非常频繁 冷空剧活动频繁 下雪就伴随着低云 大风 以及能见度变差 一下雪 那就看不出去了 这个对空军的作战行动 影响是非常大的 就是第一 低云覆盖 目标在哪呢 你得要跑到云下来 你才能看见目标 那么你要是飞低空的话 一个可能撞到山啊 撞到建筑物啊这些 第二呢是 你可能穿到云下的时候 你根本就飞错了 你看这哪 这不是莫斯科 这一片树林 一片草原 你彻底就蒙掉了 咱们就是飞行员就迷航了 就这样一个低云的天气 第二呢就是大风 大风的情况下会造成偏航 会造成起降的操纵困难 也会造成你的航程受影响 你顶风的时候 你就航程就飞不了原来那么多了 还有呢就是 你整个的行动 准备时间不足 对 飞行员的准备不足 飞机的维修准备不足 那飞机的出勤率就低 飞行员呢就是 我应该从这样航线走好呢 还是这个航线走好呢 敌人的战斗机可能在哪拦截我呢 我这些我都来不及分析了 我就懵懵懵懵懵懵懵 挂上炸弹 我就出去 出去的时候人家有准备啊 人家在空中等着你呢 那么我就可能遭到 打我个措手不及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阅兵期间 是真的没有一架飞机 飞到莫斯科 红场上空去 那这次阅兵对于后来整个的这个战场啊 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呃 这个最后直接的结果呢 就是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后段 是以这个苏联方面军队的反击行动 把战线向西部推出去了 几百公里 那么这个莫斯科保卫战 是以苏联方面的全胜而告终 但是他有一条呢 就是他还没有大规模的歼灭德军的进攻部队 只是德国觉得大打不下去了 然后就开始又被动的不行 后勤不给什么 各方面都不行 免医也跟不上 各方面都跟不上 所以德军呢 就开始有计划的向后撤 向后撤呢 就同时呢 遭到苏军的反击 就把战线向西部 再推理 但是德军呢 还是有生力量还在 他作战力量还保存的还可以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向莫斯科进攻过程当中 损失了大量的兵器 人员和物资装备 损失是相当大的 最主要的一个是 他的闪击战 在这次莫斯科保卫战中 彻底失败 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宋新芝老师呢 为我们揭秘了 1941年发生在 苏联红场的那场阅兵式 以及这场阅兵式 对于后来整个战场的影响 青年探秘者 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